好,各位预备学员群还有这个正式学员群的学员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10月30号 那么也是礼拜一 我们照常的我们进行一个专门给预备学员和正式学员才能享受到的这个每周前瞻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首先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上已经从这个9月08号的低点运行到10月30号 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整个9月份 包括整个10月份美元指数一直处于一个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 那么现在呢美元指数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确认啊 一个大型的一个头肩底肯定是完成了 对吧这个颈线位是94.294.30附近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头肩底 那么头肩底的话我们怎么画它呢 那Tradingview上这个地方有个叫head and shoulders ok 啊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画一下 那么头肩底一般来说首先我们找到左肩找到这个头 ok 然后找到这个颈线位 ok 然后画出右肩那么这样一个头肩底就构成了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明显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转信号对吧 啊那么在我们要去这个想它为什么会在91点这个17这个地方会停住 答案就是在于之前美元指数在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位置啊 非常强大的一个位置在这里 我们把它标一下 我给大家是否能看到其实就是这个这一块附近 这是10月20号2003年10月20号的低点 然后03年10月20号被突破之后呢 反抽不过 再反抽还是不过 这块是个假突破对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个头肩顶啊 那么整个这个位置再往前看 我们我们再添置一条线啊 再添置一条线就是这条线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美元指数现在回到了什么位置 是不是又回到这个多空分水岭的上方 对吧 而且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头肩底啊 头肩底周线级别也收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阳线啊 这个大阳线周线级别非常强大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思路 美元指数如果本周有回落的机会啊 特别是回落到94.30附近的话 其实我们一定要考虑去买入 考虑去买入对不对啊 这个大阳线拉起来 如果有回落是非常好的啊 只不过呢 我们看一下 呃在10月27号这一天是有一个缺口啊 是有个缺口对不对 那么这个缺口如果回补的时候 大家也需要去关注好吧 也需要去关注 我们看一下94.60现在最新的一个支撑伟大在94.60附近 好看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应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黄金 OK黄金我们呃上周我们是说这个地方 先注意一下0.618的这个位置 让我们来分重新分析一下啊 0.618这个位置有没有支撑呢 答案是有的对吧答案是有的 OK我们确实看到了在1277附近是有一个质量 并且这个反弹也不错啊 但很可惜呢 并没有改变黄金这一波的下跌的一个趋势 所以黄金到后来是持续性的继续创新低 反弹不过性高创新低反弹不过性高对不对啊 那么呃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发现黄金急涨一波 可能是得来自于这个西班牙这边的一个一些这个政治情况 有一个地方独立的对吧啊 那么我们也不要去猜想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从美元指数表来表现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黄金一旦进入到这种单边下跌状态对吧啊 通常来说很难去瓦解这样的一个趋势 只不过现在下方1265.70这很明显 这这一块是有一个0.886这个也是有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啊 那么这一周的话我们看一下一些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图面啊 这周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关注的是黄金这个地方 他的一个二次下探到1267或者1265附近 我们要注意这个第二次下探到这个地方附近 能不能够获得一个支撑效果 因为毕竟这一块是有一个阻力结构是被打破的对不对啊 所以回到这个阻力结构的时候可能会变成支撑 那么我们的空单要考虑要减减仓啊 多头看情况看情况看价格反应然后考虑入场 但是这个多单的这个盈利目标也不建议大家设置太远啊 不建议设置太远 因为有可能黄金这一波反弹呢 他只是反弹到比如说1275这个位置啊 1275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很明显有个破位并且回踩了 对不对啊破位回踩 那么上周五这样的一个上升但是并没有打破高点 所以黄金有可能还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 我们还是考虑这个逢高做空会比较好一些 那么关注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回到12681267这个地方回到这个颈线位的 是这个小型的一个阻力结构 现在变支撑的话 考虑这个地方观察k线反应 看看能不能撑得住 能撑住可以考虑做过多 只是在引线下方 如果不能撑住的话 那么就还是继续延续下跌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日线级别黄金 注意了黄金这周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位一个水平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啊 整个这块区域 这块区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什么 我们说叫需求区对吧 需求区啊 同时如果你用结构的结构的方式来考量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有个结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连续有两根引线 大家看这个地方连续啊 一根没压住 两根压住 这根突破回踩对吧 那么现在就是黄金停在这个1260到1265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办法击破的话 黄金是有可能要拐头的啊 有可能拐头的 那么不排除在大周期不排除会有这种情况的一个出现 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蝙蝠模式啊 要小心注意有可能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0.886的位置 ok 大家学过的话应该都知道 ok 那么现在我们关注1260到126这周啊 因为这周又有这个英国的这个加息 又有这个美美国的飞龙数据 所以这个位置黄金对于这个位置的反应 我认为还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那么从目前的上周五的收线来看呢 收了一根阳线 这个阳线的也基本上 回吐了这个前面这根大阴线的50%左右 那么接下来就看他到底是能创新高还是不能创新高了 如果不能创新高 有可能1265这个位置在经经过多次的试探之后 最终还是会选择下破啊 最终可能会选择下破 那么下破之后考虑反抽继续做空啊 如果能够创出新高 比如说创出12812这个82的新高的话 如果能够打破这个引线 注意这个引线很重要啊 那么将会宣布黄金短期这个下降趋势可能会告一段落啊 有可能会继续的上攻啊 有可能继续上攻 好吧 所以关注黄金这两种情况 那我们看一下欧元 欧元啊跟美纸一样 基本上可以宣告是这个已经破位了啊 已经破位了对吧 所以那么欧元的下那个破位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破位是破的非常坚决的对吧 那么上周五呢 又是一个啊 在一个大阴线之后继续的一个中等的一个阴线收下去啊 那么这周依然是反抽之后做空啊 最佳的位置我估计还是在1.1650到1.1675这个区间啊 在这个区间去做空是非常的棒的啊 我们反抽之后做空看看欧元能不能往下继续到1.1668附近 好吧 然后看英镑 那么英镑本周是有个加息预期 啊 这个加息预期在哪里看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呃 investing.com啊 这个investing.com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国外的一个网站 呃 他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is啊 我们 大家可以去点一下这个国旗啊 变成中文 变成中文啊 变成中文的话 大家就会看到 那么在这个新闻 呃 在这个 财经日历啊 点击财经日历 好 财经日历告诉我们本周 那么是本周 啊 这个本周二有一个日本的一个 呃 会有一个日本的一个 央行货币政策声明 央行发布会 然后 所以大家注意日元 然后有这个欧元的这个CP 那么欧元CP也很关键了 如果CP不好的话呢 我将会验证 这个德拉基的思路就是欧元还要继续宽松啊 然后有个加拿大的GDP 所以还有美国的PMI 所以这周的重要数据还是挺多的 然后还有加拿大将央央行的讲话 对吧 周三一如既往的还有这个 这个 啊 EIA原油库存报告 以及哦 周三有个纽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呃就业情况啊 就业情况 如果纽元的就业情况比较差的话 可能纽元还是要继续下跌啊 那么 看一下这个英国的 呃 这应该是周四 呃应该是有一个 央行货币会员讲话 以及 哎 我是看到这个在 华尔街见闻上说是本周有可能要加戏啊 我们看一下 英国央行利率决议跑哪去了 呃 换一个网站看一下吧 看一下 除非华尔街见闻他这个 他这个骗我啊 他说 我是我是在这个 在这个消息的预览上面看到的 他有这样的一个 看一下周四有没有英国央行的加息啊 周四 10月PMI 嗯 那周四没有呀 那可能是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讲话啊 那个人讲话可能会影响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我们看周历 所以每周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啊 周三还有ADP就业人数啊 ISM知道业人数啊 周四的的 周四凌晨2点是 有一个美联储利率决议测上限 那这个 这个是不太会不太会有变化了 美联储不太会啊 对周四晚上8点啊 周四晚上8点 有一个英国央行的一个利益决议 晚上8点 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写到呢 我来看一下周四的晚上8点 在这里啊 在这里 晚上8点 央行货币决表决降息还是表决加息 那么可以看到有6票是表决要加息 2票是否决 那么预期 注意看 利息利息已经有0.25%是要去加息的 然后还有一个会议机要以及讲话 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他这个加息有可能是英国央行 他不得已而为之啊不得也因为他毕竟讲了很多年是要去加息的 但是现在一直没有加对吧 那么加上这个退欧的这个事情又搞得人家人心惶惶 所以可能英国会破呃被被迫的需要加这样一个0.25的这样一个基点 然后去呃让整个的这个英国经济的就是一个显示一个英国经济的信心 第二就是显示哦这个英国肯定还是要比这个欧元要棒的 那么能够瓦解这样的一个看空英镑的一个情绪啊 看空英镑的情绪 然后周五的话有个澳洲的零售销售以及美国的非同纪约报告 所以本周重要数据非常多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英镑图上来看 所以英镑现在如果是加息区是好的话呢 我发现英镑可能还是没有破位啊 英镑依然保持在1.30 302起到1.3010的这个这个这个支撑关口 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英镑能够有一个奇闻反弹的话呢 但是你要注意了他上不了1.3282还是麻烦啊 所以英镑可能是在这样的1.3076到1.3276这个地方去震荡啊 如果能够突破1.3272比如大阳线上去 那么可能英镑还有还有这样上的空间 所以可能这个老师不会建议大家去做多棒美啊 可能大家去考虑一下欧棒 因为我觉得欧棒是一个比较趋势性 他一旦产生单边趋势是非常强强的一个趋势 你可以看到他单边趋势就是当欧元很烂的时候啊 你看2013年之后欧元很烂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下跌一直下跌对吧 碰到好的支撑位也是反弹之后怕又下跌了对不对啊 然后退欧的时候又是一直上涨 一直上涨 那么现在如果说欧元和英国的这个基本面发生一些改变的话 因为我们毕竟发现上周欧元英镑是收了一根什么 收了一个吞没的一个阴线对不对 那么这周关注回抽之后考虑做空的机会 那么日线级别上日线级别上现在不要去追空啊 现在不要追空可能欧棒一个比较好的做空的机会呢 大家用0.618去做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啊 那么关注0.8953好吧 关注0.8953这块的一个压力 如果这个地方能到的话 那么可能会做一个长线的欧棒空单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欧元欧元的经济区 这个基本面基本上已经改变了对吧 已经确认了就说 他的基本面上不不会支持欧元继续的强势 以及这个他的宽松也不会那么快退出 那么英国如果加息的话 那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局面啊 所以欧望有可能长线下跌啊 我们看一下澳元 澳元的话注意了澳元呃这个周五抽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垂头线暗示本周有可能上涨 那么澳元很简单关注他反抽到0.7750-0.7730这个地方机会有没有回抽做空的机会啊 澳元关注有没有回抽做空的机会啊 做空机会啊 因为澳元的话其实这个基本面来说也是不是非常理想的吗 这周再还要看一下澳洲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他的零售啊等等 那么我觉得反抽之后做空会更加的好啊 纽约啊纽约啊纽约纽约其实还是非常弱势 你看上周五去尽管是陆阳前现在又开始收音了对吧 所以纽约的话就关注这个0.68 17这个支撑啊 那么有同学会去说 我是这个地方要不要去做个多单啊 我觉得说你做个多单 你可以看到多单的效果好不好呢 他真的只能涨到这里对不对 哎涨涨那个大概30个点 哎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啊 有点感冒 啊那么纽约这个多单他只能涨到这么点 所以他整体来说是非常弱的 那么就看这个地方能不能破啊 如果破下去的话那就更加厉害了 可以0.68啊 0.6818这个地方一旦失守的话 我认为纽约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那么我们之前的纽约空单呢就吃有啊 可以减减仓啊可以减减仓 然后如果下下破的话 下破的话 考虑继续的作风好吧 当然说前面这部纽约是跌的比较惨对吧 已经跌了百分之0.71跌到0.68 跌了三百点 啊 反弹呢又不是很有力啊 所以纽约不要轻易抄底啊 这个 等0.6814这个地方跌破回彩作风可能会效果更好啊 反看上每日 那每日 每日我们现在发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位啊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构位就是114.36这个地方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压制住每日的话 那么我认为每日可能本周啊 它是一个高位去去做空的一个情况 是吧 尤其注意114的水平啊 尤其注意114的水平这个地方到了 是可以啊 是可以博弈空单的啊 这个博弈空单的因为我们在一小时级别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你看 每日一个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型号对吧 突破了没有实体缩盘在114.20上方 大阴线砸破回抽仅限不过然后怎么样破心地 啊 然后现在继续的压制住 那么每日 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条长期的一个通道线啊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楔形楔形的存在啊 楔形存在现在其实已经到外面了对吧 那么关注这个楔形的一个保持啊 如果能够一直保持在外面回抽不过的话 每日啊干货 因为所有的美人指数也好 还是欧美也好 其实美日是提前反应的 但是我觉得美日可能已经基本上啊 114这个地方其实比较难突破啊比较难突破 然后看一下美加啊 美加一路上窜对吧 一路上窜日线级别肯定是已经破了这个高点了啊 打出新高来了 我们接下来不要去追多回踩做多啊 但是有可能不要回踩1.2774你就多进去 比较好的位置是1.2694啊 那为什么1.2694大家去看一下 觉得1.2694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哎 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个多空是有挣扎的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是吧 他第一次到的时候 哎没过这个上一线 然后下探之后蹦一个纳线上去 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1.2694到1.2724 这个地方是肯定没突破了 对吧 那么现在回落的比较比较明显啊 短期支撑在这个地方1.2780啊 那么同样的位置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都是做多 那1.2780好还是1.2724好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我个人更心想于是回落到1.2724 1.2690这个地方会更加的好一些啊 你要是根据前面这样的一个结构位的话 其实啊其实每家都在应该是已经进去了 对吧 你可以看到每家都在 如果你是根据前面这个这个位置进这个位置 的话其实已经进去了啊 那么每家的话 呃我觉得观察他的一个是否有更高的高点 以及更高的低点 对吧那么现在呢 啊现在呢先不要去不要去碰他不要去碰他啊 看他有没有回落之后做多的机会啊 那我们看一下家园日元啊 家园日元啊 我觉得我们保持这个空投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地方肯定是很明显的一个破位 89这个地方是不太会上去了 那么在礼拜五的话我们有一个回抽做空的机会啊 当时放在88.70可能带上点插的话正好 没没带上点插正好被扫 如果带上的话呢就还好 所以加日我认为是空单可以继续持有好吧 继续持有那么加日可能下方的空间依然是非常大的啊 可能到85附近85.7附近好吧 加日啊是个比较好的比较品种 然后最后说一下标普指数 而标普指数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日线级别 我们看42级别是不是有个背离啊 啊背离很明显对吧 标普指数背离非常明显 所以我认为可以我们可以考虑直接限价做空一下标普指数 只存在2583上方就行了 2583上方啊大概也就是大概8美元啊 80个点 那么注意标普的话做一手的是什么50张合约 50张合约 所以八美金的话是400美元的风险啊 如果是做一个标准手的话 当然如果你要看一下你自己的平台对吧 算是多少 你的这个合约是做一手是多少股 如果你做一手的话是一股的话呢 其实是只是八美元的风险 那么你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大概五股啊 所以做一个五手五个迷你手啊 如果你一手合约是怎么看合约再去看一下怎么看合约 我可以交代一下啊 那么你去点一下这个标语品种 然后选择这个indices indices是指数的意思 我们把标普加上啊 我加上好 那么现在我听见了标普之后 点一下这个规格啊 规格然后你会发现哎 每一手合约大小是什么五十对吧 五十的话就告诉我 我做一手的话就是就是什么就是五十股对吧 那五十股的话大家看一下五十股 那四小时刚才我们说的有个背离啊 这个背离而且有个跳空跳空并且回补这个情况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其实啊我止损于止损于他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对形态啊 我没没撑住现在跳空低开回抽没过对吧 所以止损大概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算一下如果是从二五七三到二五 多少二五七九二五八零对吧 二五八一二五八一大概是 大概就是七七十点对吧 七十点所以我如果做一手的话呢 五十股是大概冒着三百五十块钱的风险 三百五十块钱的风险 那么现在一小时的话可以看到他这样吃一个什么跳空低开回抽吧 对吧跳空低开回抽 现在在这个地方盘着 盘着 比较好的机会可能说我们可以考虑美盘的时候看他怎么样 看他怎么反应啊 美盘看到没有回抽的一个机会啊 十五分钟的话现在 看不太出什么东西 三十分钟感觉是有一个轻微的拐头迹象 但是呢这个下方二五七二一来有直升 所以我们这个这个单子先不着急吧 再观察一下今天晚上美美美美国开发那个情况 对吧有开发情况啊 然后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曾草老师提的一个品种 曾草老师说是蚌牛对吧 他认为蚌牛是还是长线看多的 那么我觉得蚌牛我也确实长线看多的啊 蚌牛这个品种我们注意看 其实这个一点多少一点九零四九 这个地方非常关键的吧 他这个地方你看压制住了多少次 对非常长线 然后那么那么今天其实是已经是回落之后 就到了904这个地方已经有支撑了 对不对 所以蚌牛的话大家可以考虑做一个长线单子 那就是在这个 9049到这个8868 当时蚌牛这个品种他比较点这个波动比较大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哎 非常厉害对吧 把回收之后就开始往上 那么既然如果如果你已经错过909049这个地方的一个买入机会的话呢 就不要不要去追了啊 看看有没有这个二次二次回落啊到9100这个地方的一个一个做做机会好吧 因为蚌牛的话真的是 英国如果加息 纽约如果做的话 你看蚌牛周线级别还是非常棒的啊 周线级别还是非常棒的好吧 OK 那我们 我们今天的这个每周前瞻就在这里啊 因为蚌牛 所以我说一下蚌牛如果1.9050能保持住的话 上方是能看到2.01的啊 所以有这个差不多1000个点 对吧 能看到这个位置啊 那么找一个回财做过机会会比较好一些 好 那么本周希望大家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的这个公开课上多来参加 多来参加 那么有些有些预备群的朋友的说这个哎呀 老师你们这个能不能爱的所有人啊什么的 那我们我们只能说尽量的爱的所有人啊 但是呢 呃交易计划这个东西是是这样 就是首先你要能够像我们一样能够一直跟跟跟中观察这些品种 一些品种一些主流品种的一些上这个长线的趋势中线的趋势 以及这个未来我们的看法 包括像刚才这个我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视频里面讲到这些方法啊 你可能心理下心要有些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出一些交易计划的时候呢 你才能更加理解啊 去找到一些好的位置 好吧 那么就给大家说到这里啊 那么 呃我们 呃 就希望大家这周呀能够继续的进步啊 继续的能够补入到一些好的单子对吧 啊 那么 嗯 计划也能交易交易的计划 我是杰克 我们下次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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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